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底正义纲爆发的时候 警方很有自信的声明过 对GD与一层约已经掌握了明确的证据 但结果是 GD与一层约两个人咽尿头发都是阴性 GD甚至连指甲的精密监定也是阴性 狠狠打脸了人传警方的自信 所以一开始警方所谓的已掌握的明确证据 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迪士尔昨天的报道 这整个事件都是声色场所市长 被媒体称为是酒家女K某的自导自演 宇层约被K某的自导自演给骗了 GD则是被K某的虚言证给牺牲了 首先K某是一个有五次吸毒前科的人 而宇层约事件的起因是 他与另一名酒店小姐吸毒时 被酒店小姐的前男友给发现 前男友威胁要举报 因为这次被警方逮捕的话 可能要做监很长事件 为了避免事情曝光 K某联系了宇层约称 自己的手机被黑客入侵 自己跟另外一个人通话的时候 说过宇层约有吸毒 但那个人说宇层约不可能吸毒 总之黑客拿到了所有通话录音 如果不给他3E 就会向媒体爆料这件事情 宇层约屏蔽了K某 但是不管真相是什么 这种事情被媒体曝光 宇层约的形象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宇层约透过 介绍这家酒店给自己的那个人 将3E给了K某 但K某独吞了3E 因为那个酒家小姐的前男友 已经向警方举报了他们 而警方在K某的手机中查出 他给宇层约发的短信与通话记录 就将宇层约给立案了 至于GD 警方在K某的卡图中发现到 K某向朋友吹嘘说 昨天跟GD一起玩了 也给朋友发送了 自称是偷拍GD从厕所走出来的影片 警方紧拼这一个聊天内容 就将GD列位嫌疑人了 整理一下就是 警方自信声明的明确的证据 就是有5次吸毒前科的一个人的证词 和他向朋友炫耀的手机聊天内容 哇 甚至在没有其他有利证据之前 就将这些消息泄露给了媒体 唉 警方被骂一骂就完事了 但是形象最重要的艺人 在作品下车被酸民们抹黑 形象大毁 警方最起码有一点点良心的话 应该要公开道歉一下吧 接到举报进行调查是可以的 但是正式调查之前 就向媒体泄露信息 并在调查过程中进行宣传 我真的搞不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无法摆脱的感觉是 艺人们总是像傻瓜一样被利用 模糊焦点或制造话题来掩盖其他事件 已经有报道出来说 GD根本没有去过那酒店 这只是一个女生的虚言证 警察被耍了而已 如果GD去提高警察媒体和论坛 他这辈子都可以靠这个吃饭了 但是 你曾经不是说被酒家女骗了 说自己不知道是毒品就吃了 而且不仅是毒品问题 进出酒店女孩的家更让人失望 进出酒家女孩的家更让人失望 检察官以毒品炒话题这是事实 而像已经所检察官那样的人 即使有证据 也会厚颜无耻地掩盖和忽略 这就是令人愤怒的点 与毒品的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秀罢了 最近韩国一位检察官的家人 也发生了真的有明确证据的吸毒事件 但检方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来保护自家人 对于警方被K某的自导自言给骗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22万网友票选最不能忍耐的事情 第一 汗浆拉面 就是水加了很多的拉面 第二 加鸡蛋的noguri 在韩国一般noguri里面不会加蛋 第三 热乎乎的拌面 一般都是吃凉拌面 第四 亲拉面酸辣 投票结果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最不能忍耐哪一个呢 第二 25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